我还有一个非常想了解的就是 我发现从去年下半年 有很多的海外博主 还有内陆的博主 都会选择去台湾 拍Vlog去旅行 分享短视频 发现他们去了之后 流量就会暴涨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台湾的观众 都特别喜欢看吗 还是什么原因呢 我知道你在讲 下温下温的事 我也关注大家很久了 我也其实蛮早就开始关注 其实下温跟陈老师去台湾 过去这半年 他们去了三次 然后我觉得比较值得谈的是前两次 事实上下温到台湾的两次 不仅在台湾掀起了一个风波 而且其实他事实上 已经变成了一个事件 但这不是坏事 就变成了一个研究的案例了 那一般我们会认为说 他们的去占了一个天时地利跟人和 那天时是什么 这讲起来就有一点背景 就是说在1900任内的时候 两岸是互相旅游 开放自由行 所以大量的大陆朋友到台湾取得以后 不管是团客或者是自由行客人 那几乎大街小巷都有 而在2019年的8月1号 大陆把自由行的7000柱停了 那就等于变相是说 从8月1号以后 大陆朋友就不能到台湾自由行了 而事实上在更早一点的时候 大陆就开始把团客的配额 L签数的配额开始减少 让避免在台湾投票之前的时候 太多大陆朋友到台湾去看选举这件事 怕民进党去炒作 所以说团客也事实上就开始减少 因此说从2019年到消费去之前 整整的4年是没有路客或团客到台湾去的 所以我说他天时的原因是 这4年台湾等于说 民进党所谓的很亲近 结果来了两个非典型路客 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是在清迈生活的 对大陆朋友 华侨吗 深海侨 对他像不像华侨我也不敢说 来因为不要紧 因此他占了一个天使就是说 过去这4年 只有极少数能够到台湾去的 就是上那些餐榜这种 这种跟以前载载游览车去完全不同 所以说消费他们去 就是他们占了一个4年的空岛他们去 第二个是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非典型路客 他们跟我认识的大陆朋友 其实说老实话不太一样 他们的个性上面是属于很爱吃 然后EQ很好 然后很会自嘲 对 他因此 想他滴滴的原因就是 他全去的是那些 台湾的 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店或者职业市 当然后来他红了之后 所有人都把名单开给他了 要去哪一些店 所以他后来 你就去看后期跟第一次的后期跟第二次 他完全按照大家的推荐的去 就是他其实第一集 第一次去的前几个去的那几个点 他后来是爆红 所以他他第三次去的时候 老板娘到最后是真的不收他钱 因为老板娘根本就很清楚知道 就是在西门町的那一家店 他连着去吃了两次来三次 然后他就一直是好吃好吃好吃 老实讲句话 我也去了一次 就你们当地生活的也会看到他的视频 也会去那边看一看是吗 讲出来你们会笑死 全台湾大街小巷都是卤肉饭 是有几家很有名 像路客大家自由行路客都知道的 金峰卤肉饭 这不是我提到哪招 打宣传 你们上去搜台北卤肉饭 金峰一定跑出来 就像你刚刚问我 你搜什么就跑出来一样 但是事实上台湾大街小巷都是卤肉饭 那只是南北卤肉饭做法有些许不同 那有些店真不好意思 他就是开了30年40年50年 我给大家有没有名 他也不是很有名 他用不着他有名 因为他就是一个路边他好一点 比路边他好一点是开在门面里面 但是他也不像是正式的餐厅 可是东西好不好吃 当地人如果他能活30年 他保证不会难吃 对 因此萧恩去了很多这些地方 因此都变成是地利 第三个我说他人和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个性 他们除了 我很夸张萧恩他的EQ实在很高 他在台湾讲话的时候 不会讲任何一个让台湾人听得不舒服的话 这是我也不是说别的大陆朋友不会 而是说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刻意的 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他什么都好吃 我都怀疑你的好吃标准是什么了 就是完全没有批评 他们要找地方抽烟 就会不会被抓起来等等这些东西 就变成非常的搞笑 台湾人都会说 我怎么有那么烦 那么多闲事就烦你在哪里抽烟 我想问一下台湾是禁烟的吗 大街都不能抽吗 不是 台湾是很清楚的规定 你要在哪里抽烟 有规定的区域 有规定的区域 例如说你不可以在医院的范围 多15公尺之内 你不可以在学校的多少公尺之内 或者是说台湾都会把一些 列出来告诉你你可以到这里来抽烟 其他没有规定的地方都可以抽烟 台湾进的最严格的是室内抽烟 室内是哪个 室外的话 他会有一些规定的地方 或有一些地方的以外 就是例如你学校必须多远 这样 刚开始他们不知道 他们两个要找地方抽烟 给他们来抽 然后还要说会不会被警察抓 连我看来都觉得太好笑了 你说台湾人怎么不笑 那这就是他们的 我说他们占了一个天使 地利跟人和 那这件事 结果他们到台湾之后 他们的播放量 真的当场就是一倍再一倍 好几倍啊 对 他平均 其实我那时候有关注过他们 我知道他们大概平均 都是10万到15万 到台湾之后就是30万40万50万 甚至50万到100万 有两条都是破百万 那就表示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然后当然我刚刚讲就是说 他占了一个天使就是有4年 基本上没有大陆朋友去台湾 台湾 民进党控制的这些媒体 通通在讲负面的东西 就没有想到两个人到台湾之后 他表现是这个样子 也显示出台湾人很在意 别人是怎么看他的 而消费他们表现了一个 你们什么都好吃 然后什么都很好 他只提出了极少数驾照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 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他在台湾受欢迎 这是老实讲一定 因为他占了天使地利 对 其实从他的火的程度来讲 包括后面很多博主都去了 这种一去也是会跟着火起来的 这个是不是反映了 其实台湾本地的朋友 还是从内心或者是怎么讲的 还是比较欢迎大家去台湾玩的 其实可以先说结论 无论在台湾任何地方 台湾人跟大陆朋友去台湾 彼此之间相互的交流是很好的 台湾最绿的地方是台南 最绿的地方是台湾 可是台南人在这一次 消费他们去访问的时候 他去的那几家店 然后其中我一家 我记得很清楚被认出来了 他们是被认出来的 这表示说那种 他去台湾的电影 就是选了几家 以及是网友推荐 就台湾网友推荐 比较有名的店 还被认出来 那你表示是不是 他们在那段时间在台湾 然后他在台湾的时候 已经后几天了 够红 世界新闻已经整个被吵起来了 那他们跟台湾南部民众互动的那种状况 其实那就是四年前或五六年前 大量的自由行客人到台湾去的时候 感受就是这样 你到台湾没有人会因为你讲的普通话带大录音 就会对你怎么样 你说几少数碰到对你不礼貌 那当然也都有 但是绝大多数 台湾人就是怎么讲 我们永远把对不起 不好意思挂在嘴边 就是这样 你要说虚假也好 我说不是虚假就是习惯 习惯了 就是习惯 对 我们习惯就是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这样 就跟在老国那边一样 说谢谢 谢谢 因此 这样 我认为对我们来讲 我当然希望更多的大陆朋友去台湾